好我在這裡要宣布辭去中廣董事長 那這是我的辭職書 我現在就簽名 辯論會上趙少康當場拿起中廣董事長辭職書 不只宣布請辭 更喊當選後副總統薪水一毛都不要 管底也捐出 因為賴清德常常講說趙少康將來什麼功高震主 我在這邊也鄭重宣布 我們當選以後未來四年副總統的薪水我一毛不要 福利也統統不要 仁愛路那個副總統的官邸我也不住 我要把他拿出來做青年住宅 趙少康炮口再度對上賴清德 痛批不拆萬里老宅 還花公堂起國安駐守 我一直在等賴清德了 哎呀等來等去忘川秋水等不到了 違法的房子由國安局來租用 我給他算了一下 二十幾個人一個人薪水五萬塊 費用啊什麼一大堆啊 膳食啊等等 我給他算起碼七千萬 國安局立即發聲明打臉說助理人員都依副總統警衛室定員而級編組 派遣最首人力執行僅支出符合市價的租賃及水電沒有新增預算 對於宇宙方突然請辭的做法對手都不體為人 去年12月13號曾經說要推動內閣制是因為當總統比皇帝爽 隔天你又說選副總統可以遊山玩水 甚至一開始你也把自己形容成是舊阿斗的趙子龍 覺得你變來變去讓我不禁擔心 一方面聽起來有時候會覺得你態度輕浮 另外一方面又在挑戰憲政體制跟被位元首的憲政角色 那其實就是把自己當成總統候選人 我反而想offer他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當明年民眾黨執政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邀請你做NCC的主委 或是副總統總統辦公室的發言人 那總統辦公室發言的話我可能要門外老闆來參加 趙壽康請辭博聲量但網友也不買單 有人質疑選完還不是副職 更反問黃友宜要辭職市長嗎 就不知道辭職是加分還是扣分 趙壽康昨天在辯論會上 這個拋出了兩大殺手劍 第一個就是直接說他宣布當場辭去中廣董市長 第二個是說如果當選一毛不取 薪水也不需要 那副總統官邸他也不要了 他也不住說要拿來做青年住宅 水電費都由他趙壽康出 通通都免費要來幫助年輕人 不過這一招宣布辭中廣董市長這一招 我先請教一下韋傑議員 因為趙壽康提問都聽過人過啦 就是不問吳欣穎 吳欣說你們不要把我當空氣耶 你看你們把人家當空氣 可是人家吳欣穎很嗆辣 說他當立委的時候 馬上辭掉議員的董事 結果趙壽康到今天到昨天才辭掉中廣董事 是在作秀嗎 連吳欣穎就看得出來耶 來 韋傑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作秀 看有沒有決斷 有沒有去實行才是重點啦 那如果說你說要作秀 我想好像柯文 這很多東西都沒有做到 那或許他還是在作秀 那我覺得不管怎樣 他當場那天已經在辯論上 當場簽字說他要持續 中廣董事長的一個職務 我覺得至少他也展現他一個決心 就說沒關係你們有人這樣質疑我 我就做給你們看 但他也有特別跟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到現在才做 因為他希望賴清德對於他的老家 有所作為 所以他等到那1月1號 他還做出這樣的一個這個動作 所以我想他也把前因後果 很明確的告訴大家說 我有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想吳欣穎 他特別也有提到說 他在當任立委的時候 他做了哪些事情等等 怎樣之類的 但我覺得這還是不是這個整個辯論會的一個主要重點 我想還是回到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趙叉剛剛要告訴大家就是 你們質疑我這個媒體人身份好 我因為等不到賴清德的一個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今天也告訴大家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做不做秀 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有沒有去做那件事情才是重點 民眾也要看的是你的決心跟你的魄力 而且他第二他也提到說沒關係 我當選之後 我會把副總統的薪水捐出來 甚至把這個官體捐出來 他也是閃現他的一個決心 告訴他說沒關係 讓我有機會來擔任這個副總統 這些東西我一毛都不要 我把這些還給這個國家 貢獻給國家 那除此之外 我還要貢獻我的能力 貢獻我的這個對國家這個熱忱 我覺得這才是對於我們支持者也好 或是很多中間選民也好 或是由於選民來做了一個 宣誓性的一個強烈的一個動作 不過這個國民黨講的頭頭是道 但是冠廷這個趙紹康 這個辭中廣董事長 到底有沒有虛晃一招 因為現在被發現 他持有中廣還有二十七點六趴的股份 還是有很大影響力啊 那戴韋山意思是說 你辭職不放棄股權 是不是都是嘴上說說 那除此之外 他剛才說做副總統官體不要大 要拿來住青年住宅 這個是副總統是有這樣的權利嗎 那間他不要大 可以自己拿出來當作青年住宅嗎 好 我現在講一下中廣這件事 中廣哇 感覺好有決心喔 在那個證券發表會辯論上面 當場簽字喔 作秀嘛 你擺盤就可以簽好了 那個證券發表會辯論會 時間很寶貴 花了十秒鐘簽名 然後給大家看 這個秀得很足啦 那這個秀得很足 關鍵你對於中廣有沒有實質影響力嗎 今天之所以大家正媒之間 大家認為不要兩期 就是因為你對於媒體的實質掌握力 你現在在選副總統 趙紹康講說我辭掉了 這個董事長 你的股權有放棄嗎 我跟大家講不要被騙了 股權還有27.6% 27.6%最大股東嘛 今天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依照現在相關的法令規定 趙紹康萬一選上副總統 他是連股權都要出清的 為什麼 因為正媒不能兩期 不可以這樣 那你現在雖然說沒有違法 可是道德觀感很差嘛 就是你對於媒體有實質影響力 你還是媒體大亨 你不會因為吃了董事長 而握有股權 就不叫媒體大亨啊 那你要不要做 他決定絕對不會做了 今天照他剛剛一秒選上之後 他有沒有承諾說 之後還是不會回去當這個董事長 沒有嘛 我們也不會這樣要求嘛 所以這個是作秀的成分比較高 但有趣的地方是 他一直在講說 大家在挑撥他跟侯友宜的關係 但昨天有觀察到一個小觀點 昨天當他決定辭掉這個中光董事長之後 侯友宜馬上在臉書發文說 趙少康這樣子辭掉中光董事長 展現了魄力格局 也比兩位對手更有資格選副總統 哇 侯友宜啊 你稱讚趙少康有魄力辭中光董事長 那你要不要也跟趙康一樣辭新北市長 展現決心嘛 你現在要辭新北市長選總統不就沒智慧沒魄力沒格局 一樣邏輯 還是選前職業人也行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正式呼籲侯市長 你選前職業 你搞是你最好的表現的機會 你就正式宣布你辭掉新北市長 你誇獎趙少康這是有智慧有魄力有格局啊 那你放下新北市民跑去選總統 你現在為什麼不遲一遲 如果一樣邏輯趙少康遲了 所以我說趙少康老是在扯侯友宜後腿 趙少康你現在遲了 那侯友宜為什麼不遲 你為什麼不遲 現在就每天追著侯友宜 為什麼不遲趙少康都遲了 侯友宜現在一直在用門 對 再來第二點 趙少康講說 他要把他那個副總統的官邸 不住 人他不要住啦 拿出來做青年住宅 我覺得趙少康可能不了解什麼是青年住宅 他的原文是這樣講 他說擠一擠應該可以住十幾個人 二十個人 然後他也說呢 所有的水電費我全部免費 對 邏康兄 這不是青年住宅 不是社會住宅 這不叫現在是慈善事業 水電都你住在講什麼啦 社會住宅 為什麼社會住宅 讓青年勞工有房住 低於市價大概七折六折的價格 讓他用便宜的金額 可以租到優質的好房子 地點好 品質好 機能好 非常好的房子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住進去 省下的租金 未來也許就有機會自產 也許就有機會做其他資產配置 這才叫青年住宅 這才叫社會住宅 你說幫人家水電費全出 然後講說 這個我的官邸 幾幾可以幾十幾二十人 這叫慈善事業 這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不是青年住宅 再來第二個 他的認知就是 副總統就是 睡覺跟吃飯 所以他沒有要離任何薪水 沒有什麼事情他做 他那天的意思好像是這樣 依照憲政 副總統是被位元首 但是依照我國的實務上的運作 副總統是要執行總統指派之任務 我舉例 今天有一個公務行程到總統府 希望邀請總統 總統無法出席 會不會派副總統出席 你不領薪水那是什麼 你去志工喔 副總統可以俄系當志工喔 你不領薪水 你現在就是志工嘛 你今天幫總統去跑公務行程 不是工作嗎 如果你認為不是工作 那我跟韋傑跟昆辰哥 我們當議員 跑行程都不是工作 怎麼會不是工作 再來第二個 那個你認為說 除了這個跑行程以外 你副總統 你今天就可以替侯友宇決定 副總統官體未來怎麼運用 這是總統府的財產 總統跟秘書長兩個人的權責 討論之後決定我們的官色 如何活化 如何運用 你不住也有一條標準處理 絕對不是你副總統參選人 現在就可以直接做處理的 所以我認為趙高剛昨天 雖然說 我整個玩得很開心 然後變才無礙 真的玩得很開心 但是最後我要講到處造謠 帶頭造謠 趙少康整場講的謊話不斷 尤其等一下來賓會補充 我先講到這邊 但是我覺得趙少康這一場 其實只是對比 侯友宇感覺真的控制他控制不住 侯友宇是真的hold不住趙少康 因為昆辰議員 我昨天看那個副首辯論會 其實蕭美琴被搞得真的很忙 因為他要自己闡述自己的政見 還要回應一下趙少康那邊 說的一些不對的事情 蕭美琴還要這個及時的幫忙澄清 我們來看一下趙少康 哇他昨天說 之前好像有邀太勒斯 大家都知道這個美國的小天后太勒斯 他說為什麼他不敢來台灣開演唱會 趙少康說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因為地緣政治的風險不敢來台灣 可是文化部立刻打臉說拜託一下 你要不要看一下人家高雄市政府 疫情之後邀請了多少國際天團 Blackpink啦 多少的藝人都有來啊 那這是不是顯示趙少康所講的 並非事實跟並非事實 這是最佳例證 還是說在趙少康心目中 泰勒斯最大咖 那個南韓的Blackpink 那不算什麼 會不會在他心中有高下之分 來這個昆城 我本來想說 邀請泰勒斯來關趙少康什麼事 後來發現說 原來趙少康還是中廣董事長的時候 說有要邀請這個泰勒斯來了 好了那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趙少康說這個 泰勒斯沒辦法過來 是因為什麼戰爭的風險的時候 請問這是誰講的 趙少康他自己講的嘛 請問一下泰勒斯或是他的經紀人 有講過任何有關於這方面 他不能來台灣的事情嗎 完全沒有 所以說今天可以說是趙少康把泰勒斯 他沒有講過的話 塞到他的嘴巴裡面 完全是你自己在講的 而且他打臉講完安 講完安不是來說 我要邀請泰勒斯過來嗎 結果講完沒多久 然後趙少康就自己講說 沒有因為台灣很危險 那所以呢泰勒斯不過來 那請問一下台灣很危險 那為什麼藝人大排的樂團 都往高雄不去台北 難道是高雄比較安全嗎 難道高雄比較好嗎 完全不是這樣子 基本上藝人來不來 就是看說你這個市長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邀請 陳其邁有這個能力 邀請了這麼多的大排的樂團 來到台灣 去年邀請了這麼多 今年繼續有 那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執行力嘛 這是他的效力嘛 而且而且議員 其實先不要講演唱會 光是前幾天的跨年晚會 就有好幾場 包括台北場 也有這個國外的藝人 都有啊 所以啊 所以怎麼樣 所以跨年跨年就可以來 然後呢這個平常的時間 平常開演唱會沒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謠言 所以就是說呢 為什麼蕭美琴在這個 不論是副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或是辯論會 他必須花很多的時間 來應付這個趙少康所講的 這些假錯訊息 他澄清了三四次 講了很多 因為趙少康就不斷的 也講一些假錯訊息嘛 那變成說蕭美琴 除了要把自己的政見 把他講完之外 他還要去澄清趙少康 所以趙少康是利用這個辯論會的時間 不斷的釋放出假訊息 然後講了很多假訊息 第一個 泰勒斯不來這個台灣 是因為戰爭 或是說有什麼 因為風險 不來台灣 這個就是假訊息 這個假訊息 然後第二個呢 他說台灣很危險啊 那所以呢 外資都不敢來台灣 這是假訊息嘛 因為外資不斷的在加碼 投資台灣嘛 經濟部已經有講了 過去三年 光是加碼投資 就超過一千億以上了 你再問一下 你的這個 總統候選何友宜 這個半導體製造商 全世界最大的 艾斯摩爾有沒有來新北投資 嗯 有 有來新北投資 那時候侯友宜還說 這個是新北大政機 這個艾斯摩爾 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導體的公司 來到新北來設廠 那你就是打臉侯友宜了嘛 因為說沒有啊 全世界都不敢來台灣投資 很危險啊 都來了 全世界前三大的這個半導體製造商 都有來台灣 然後更不用講說Google也有 臉書也有 這些重要的公司都在台灣 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嘛 這些公司 他們過去可能在中國 但是現在發現說不行 這個中國人質色彩太強了 隨時都有可能被這個國禁民退 所以這些廠商為了有風險 都完全慢慢的要退出中國市場了 只有這個趙少康還在講這些假錯訊息 就是說哎呀這個外資都不敢來台灣了 因為台灣很危險 這個都是配合中國的這一個戰爭的風險論 就是說哎呀你看這個台灣很危險 那是因為是民進黨執政 這個全世界只有誰在講 只有兩個黨在講 一個就是共產黨 另外一個就是國民黨 就只有這兩個黨在講說 台灣就是戰爭啊很危險啊 選舉要到剩下十天 趙少康繼續在亂講 所以說趙少康講了很多假錯訊息 也打臉了蔣萬安 也打臉了侯友宜 那剛才說這個這個什麼 持這個中國董事長笑話嘛 這個我很難得這個同意吳欣營所講的 他就說這個是作秀 就是作秀 因為你就是有這個嘛 你還是有最大的股份啊 你還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大股東嘛 那所以說你寫了這個什麼 辭職這個東西作秀 沒有任何的實際影響力嘛 而且你要辭早就該辭了嘛 所以真的我也呼應冠婷 就是說選前選前十天 這個最大條 國民黨要搶救他們的侯友營 最大條侯友營自己 第一個 辭掉這個新北市市長 第二個大巡館 凱學院全部現在就處理掉 這個就是全部改成這個 清潛住宅也好 社會住宅也好 賣個單乾2026啊 對第三個新中央土地賣出去 捐出去 這個一下子就解決 選情一定有加分 對一定有加分啊 我身為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 我實在不應該這樣子講 你那共作為人家選前之夜 真的在等時機喔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侯友營你現在面臨到這些問題 你就應該要處理 那結果你沒有處理啊 趙少康講這些話 其實也是在打臉你 趙少康真的昨天講了非常非常多的話 包括他說五月天 到底有沒有被中國施壓 給五月天出來講 來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民佑 我們繼續來補充 啦